到就是说像这个资料里面就 他也不能乱变更的 比如说你即便要变更 他就没办法变更 OK所以这边也没办法变更 只能看而已 就有点像维读的 那除非说他如果要增加资料的话 一定要从你这边去新增 也就是以前他可以随意输入 但是现在都不用 而且他也不需要说每个栏位都输入 有些栏位是你可以帮他计算好的 所以你可能也许只需要 他填入什么 也许这个是那个面试的输入 请那个那个这个HR人员帮忙 最后确认一下 那个最后资料输入进去 那当然可能会有几项就是防呆 他如果什么事都没做就按新增 当然不行 他一定会挡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这四个其中一个没有输入的话 他就会跳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只要一个 一个没有输入 他另外一个也会有没有 一个一个去帮你check 直到你输入正确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他输入的是非数字资料 或者输入什么 输入一些不是应该输入的成绩 这个应该也要check到删掉 游标放上来 你一定要输入正确的 这个也不对 所以会把它check出来 删掉重来 这个也要帮你check出来 一定要 所以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后顾之力 当然你每个以后 你的工作里面的规则都不一样 但你可以把它找出来 去写一个逻辑判断 应该还OK吧 逻辑判断这些都是蛮简单的逻辑 然后只要OK的 最后在这边按enter 他就资料 帮我填四个 后面三个是自己产生的 OK 然后并且删掉这些 然后游标放回去 而且呢 只有程式才可以变更里面的资料 即便他现在关掉了 这个资料呢 他也没办法变更 除非说呢 他有学过VBA 但是这个时候VBA 我们刚刚也就保护起来 所以因为我已经把密码打 不然的话点下去 应该会跳密码 要密码才能看到 那这样的话 我想你就会高枕无忧了 这一整套 弄起来应该 就已经还蛮合用了 不过这个是比较初阶的 不是说非常复杂的表单 但你们回去再试做看看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欢迎你可以提出来 好像有些后面加的 我们陆陆续把这个表单的 这个整个流程 逻辑尽量合理化 但是一定还有更多 不过剩下我想有些东西 你们应该都会自己延伸 像逻辑判断 另外还有没有什么不足的 如果还有的话 你也许再提出来 我们再来讨论 那今天也许就先把这个 第二个单元把它做个ending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第三个单元 所以回去请各位看那个日期时间函数部分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时间也差不多 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的话 我们就接着继续讲有关那个日期 时间的那个函数相关的使用概念 然后再来就是如何在利用VBA动态的 帮我产生一些日期时间的相关的那个年历 或者整整的相关资料 咱们给我说